哈囉我是戴依 今天要來教大家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在健身中或是健身玩 要怎麼樣拍照 可以讓你拍得比較好看 比較巨 比較帥 那今天呢不只是我 我還邀請了一位非常甜美可愛的健身王妹 CARA 嗨大家好我是CARA 哇有沒有這個角度這個十足度側臉 這個腰這個曲線 臀腿 哇怎麼樣擺可以 哇腿變長了腰變細了 挺胸 有沒有下巴邊的角度 怎麼樣擺變好看 好該這一集是照片教學 沒錯這一位就是非常會照片 看他的IG裡面哇 哇每一張有沒有看到照片 看到本人 也是也是很甜美可愛 那今天呢我跟CARA就是來教大家 怎麼樣在健身中或是健身後拍出好看的照片 那我們也會提供一些 拍起來會NG的角度跟相機的位置 好提醒大家要注意 沒錯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 好 開始 那首先呢我要示範的就是 我們男生很喜歡練的二頭肌 在二頭肌訓練的時候拍照要怎麼樣拍是NG的 好 我們現在先來試看看 好 好首先CARA不行幫我拍一張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照片呢 你覺得怎麼樣 好像沒有呈現出二頭的那種 對好像頭看起來有點大 對 然後臉的角度因為是正臉 所以看起來有點滑稽的感覺 有沒有有這種滑稽感 然後手看起來因為被嚐到身體後面 所以看起來四肢會有點瘦小 對 所以頭大 所以比例不是很好看 而且整張畫面正正的 太正了 所以感覺 就是沒有一種動 對 那 我們來拍一張帥的 好 我們來拍一張帥的 現在兩位大概 大概像是在幫我拿 一鞋 然後會大概轉 轉這個角度 在拉到我肩的時候 我的頭會稍微轉過來看一下 二頭肌 試看看 二頭肌Round 2 來等一下 先讓我胖個補一下 這個也是一個技巧 拍照前先胖一下 這個沖血 哇塞 有喔 有 明顯 明顯這個手臂的粗度有沒有 回肚出來了 回肚出來了 二頭肌出來了 然後這個臉有沒有 側臉向下看 這感覺 也比較 比較 比較美一點 有認真的感覺 有喔 有 我們理督一下 欸 這兩張的感覺 怎麼樣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第一張就呈現不出優勢 拍手臂的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一定要讓手 是在臉的前面 靠近 靠近鏡頭一點 對 這樣子的話 手就是在頭後面 它會變小 對 一轉側之後 拍這個面 有沒有 二頭肌微度出來 頭又藏在手的後面 哇 你的手就會看起來變粗壯 行 一號會拍了 會拍了 會拍了 會拍二頭 對 會拍二頭 OK 那我們接著 下一個小技巧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教大家怎麼把臀圍拍大 那我們這一題就請到了 我們明明團圍練得很大 可是每次就會把屁股拍很扁的 Vivian教練 哇 哇 對 為什麼每次都把屁股拍扁呢 對不對 真的是 對 你要再多一點照片 照片技巧 對 我們今天就是來拯救你們同位 好 OK 好 那我會飾演一個 就是拍照NG的一個角色 好來 蓋伊芳拍吧 那我就先比我 平常會照的樣子 好 那我來囉 這樣嗎 哇 怎麼辦 這個是不是 女生是不是覺得這樣被拍成這樣很長 會生氣 會生氣 整個怎麼辦 他明明一百七十幾 他明明一百七 怎麼拍起來很像 那個 哈比 我腿好短喔 太慘了 怎麼辦 卡羅 我來教你了 那你覺得這個照片的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是 站得有點太正面 然後 因為 腰臀微比的話 側面會稍微明顯一點點 所以可以稍微 被拍的人也可以稍微換點角度 然後 拍的人我們可以視角調低 調到差不多腰的位置 差不多腰的位置 差不多腰的位置 就是跟剛才二頭肌的感覺 差不多一定要是屁股比 腰還要在前面一些些 前面一些 用這個前後距離差 來顯得 大跟小 對 那你的髖關節是 側面對鏡頭 所以你可以 變向那邊 對 那他們就會看 先變那邊 對 然後再把一個肩 轉向鏡頭 的感覺 轉向鏡頭 對 然後我腳要變 你可以把重心 放在一間 比較靠近鏡頭的那隻腳 這樣子 就是有感覺 哇 哇 推那麼出來喔 對 然後上半身你可以選擇 往前面壓 或者是 往另外一邊轉 這樣 對 兩個都可以 往前面壓好了 往前面壓 往前面壓的話 就要讓身體 肩膀有點 變向後面的感覺 這樣 然後這樣 跑台就轉過來 回眸一下 所以整個人好像是扭轉的狀態 好 然後你手腳 然後摸頭髮 會這樣子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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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眼神 有魅喔 哈哈 來 那個 問一下 這是原本的 MG的 然後經過調整之後的版牌 不得不說 你的臀確實是練的嗎 超難 超難 那我們也幫他往開看看 那剛剛那個版本是 中心在 靠近近頭那隻腳 就是把屁股這樣推出去 是 然後 那次我們改成 把中心放在後面那隻腳 喔 所以中心在後面那隻腳 我們的 呃 前面腳要輕輕一點的 然後一樣會 稍微推出去一點點 我看到你的 那個 寬很明顯的前傾 然後你的屁股整個圓起來 喔 然後要 拍照 就是要非常的Rush 所以你要骨盆前傾 所以看起來 屁股才會小 然後 中心在後腳的話 比較稍微轉一點 讓你的 後面的屁股也可以被鏡頭看到 漂亮 來試看看 好 欸 小一個 甜美 我這個肚子收得不夠 好 你骨盆前傾完之後 你還要收肚子 對 對 換個 換個 在這裡 好 準備 3 2 好 加上 加上上4 可以喔 可以 這張整個有沒有 光這樣打進來的鏡頭 這也是一個技巧 就是你在拍照的時候 你盡量不要把 你看上面有 現在上面有光嘛 你盡量不要把 有任何光的地方直接 照射到鏡頭裡面 好 而且 骨盆前傾 屁股才會大 但是在拍腹肌的時候 又要骨盆後傾 對 又要記得這個 骨盆前後的切換 這個也是 拍照好不好看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沒錯 接著我們就來 下一個拍照的技巧 好 我們這邊男生的第二個技巧 我來教大家怎麼拍腹肌照 我們先來拍一個NG的 大家比較常會犯的錯誤 好 準備好了嗎 好 好 太慘了吧 你知道 這個 這個上半身的比例 一整個很奇怪 好像是動腰的感覺 對 腰很粗 然後 胸眼看起來 變得很畸形 我會見到 因為剛剛拍起來上半身 看起來顯得很短 所以我會見大家如果在拍腹肌照的時候 男生 可以稍微把褲頭 褲頭 稍微拉低一點 但是你不能拉到 太微線 對不對 太微線會被那個剪矩 稍微拉穿一點 就是讓人魚線 稍微有一點 有一點點露出來就好 然後整個上半身 比例就會看起來比較長 然後我會建議大家在拍腹肌照的時候 不要太正面 正面也可以 但是你可以稍微側一點 側一點 然後 超微45度朝右面 然後 肩膀 兩邊肩膀轉過來 然後要記得 肚子用力的時候 胸不要用力 你肚子用力 胸也用力 胸肌會被擠得變小 所以你肚子用力 胸放鬆 手臂再稍微用一點力 那拍的時候 角度跟光線呢 角度的話 可以稍微再拉低一點點 讓頭 頭離鏡頭遠一點 然後光線的話 可以建議大家在拍之前 如果覺得太亮的話 可以稍微把光線壓慢一點 露量 就是皮膚的質感 會讓你的露量看起來 變得比較多一點 我們來試看看 記得喔 然後那個 胸部要放鬆 腹子用力 這段稍微好一點 就是 人魚線 人魚線有出來 然後腹肌也出來 然後胸 看起來比較放鬆一點 看起來比較厚 原本的 長這個樣子 看起來 很可笑 看起來 相當可笑 然後調整完之後 然後整個感覺都不一樣了 感覺不一樣了 這個OK 很OK 很OK 真的很OK 在拍腹肌照的時候 就像我剛剛講的 骨盆要後勤 對 骨盆前勤的話 就拍屁股的時候 要前勤 對 然後拍腹肌 又要變 後勤 你後勤的時候 你又不能太駝背 你後勤的時候 你肩膀又盡量往後掌 對 你的肩膀裡面會看起來比較快 然後有一點擴背這樣子 好累 這跟我在拍訓練裡面很像 我明明就拍得照 然後現在東天我現在背景 有冒汗 真的喔 好那我們 HALO的下一個技巧 下一個技巧 我們來教 剛剛是腰臀 現在就是 腰跟背 跟比例 那就來 正面一張 側面一張 OK OK 那我們就隨便拍 好 隨便拍 要幫你 就隨便吧 對隨便 這個 很像一般男生會 拍個床 對 會生氣嗎 有一點 有一點 那要怎麼樣 讓女朋友喜怒呢 還喜怒 你前面一張嗎 好 好 下一顆 這可能有一點屯的感覺 可是 就是 還是不夠那種 虎虎的狀況 而且 整個比例 看起來 這種照片就是 會被刪掉的感覺 對 那我們要怎麼樣 還可以比較好看 好 那我們的是 腳一樣高 不少腰 大概這個位置 對 那腰一樣高的地方 然後正面的話 女生可以 稍微 眨一點背 可是當然 你不要像男生 就是 整個 那麼誇張 就是讓你的胸 挺一點點 然後一樣 稍微一點點 Arch 然後 可以不要擋到 你的 腰的這個線 所以可以 插著腰 手這樣擺一下 來 側面的話 除了剛剛說的 方關節對那邊 然後 那次我們可以把 你的背 往另外一個方向 這樣子展出來 一點點 就是 你這邊的線條 就會出來 這樣 喔 有看到了 看到了 原本是這樣 這個地方 原本是這樣 等一下 原本那樣子 讓我拍張 原本是這樣 然後你的頭要看的方向 好 原本是這樣 整個背是平的 有沒有 然後調整之後 3 2 稍微轉過來之後 那個 背的曲線會出來 你就倒三小一點 沒錯 但是 就是 當你沒有調整的時候 整個看起來是 會變這樣平的 有沒有 整個身體 會變太戰衝了 你就不會有 腰細的感覺 對 因為你的 上半身看起來也是 也是窄的 嗯 所以當你把 背稍微轉個角度之後 腰整個看起來就細 然後 臀又再變大 嗯 這就是你想 葫蘆 沒錯 這個可以拋愛機了 可以拋 耶 那我們下一個小技巧 我們來 示範一個 也是男生很喜歡拍的 他們很喜歡在練胸的時候 然後拍照 那練胸的時候呢 通常他們會怎麼拍 我們來看一下 Action 好醜 好醜 雖然這樣子拍 胸背看起來還蠻厚的 很厚的 對 還蠻厚的 但是你知道嗎 就是拍到 夜下 或是拍到這個 由下往上 就是 人的臉 比較不好看的這種角度 就會被我閃掉 我在練胸的時候 我發現 有一個角度拍起來會比較好看 喔 什麼角度 就是我剛躺這個位置 嗯 大概就從 我的 頭頂 肩膀 肩膀這個位置 有點 由上 往下 還可以拍到肩膀 跟胸肌 跟我的 沿的這個 有什麼角度會比較好 這還可以挑一個 胸線 股膏 對 視野線 來試看看 我覺得很讚 蛤 真的嗎 喔 我就是有 你會 帥多了嘛 這個臉的這個角度下 然後你看這個胸的厚度 出來的 然後肩膀 肩膀的線條 然後手的粗度 有沒有 相較於我們剛剛拍的這個 對 剛剛那種胸線pull出來的 是會 被大家扣分的 對 對 但是這個感覺就 不一樣 整個 而且你光線調矮一點 整個層次 質感上升 嗯 記得 練胸的時候 這個角度是可以拍的 那我們就 下一個技巧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一個 不然來拍個 滑輪下拉的時候要怎麼拍 哇 Cable 背的部分 對 背的部分 好 我這樣身體看起來很扁 它身體看起來很扁嗎 對啊 不會它看起來很厲害 沒有 不夠厲害 這個可以pull吧 不行 不行 這個不抽了 教我 好 那一樣不會吧 就是 鏡頭要戴腰的地方 是 所以待會 就是幫我從這邊再勤 它會有一點點仰腳 要有一點仰腳 對 有一點仰腳 這樣子 可以看起來快一點 OK 好 好 那 我們 試看看 試看看 來 等一下喔 帶我起來 好 好 好 3 2 4 剛好有一點 離心延展回去的時候 對 相較於 剛才的 喔 身體被拍得很扁 沒錯 對我剛剛已經就是 稍微比你臀部再低一點 在這邊拍了 所以 看起來是還不錯 看起來是還不錯 拍起來感覺臀很大 然後腰也細 對 然後剛好那個背 大小人肌 外 接那個肩胛外 外展的時候 沒錯 沒錯 所以如果自己要錄訓練影片 再來可以從這個視角去拍 好 講到這個背 我這邊有一個男生拍背的技巧 來勒 看起來 好 先來一個一般男生會擺的 很愛擺的那個背面二頭肌的動作 你是說那個 那個那個 這個 好 神經這邊請 好 準備好了嗎 好了 我覺得還不錯耶 那是因為 肌肉看起來 是 油的 就是 這樣上面可能是被 就是背部的線條 稍微 模糊了腳點 但其實 整個比例什麼 看起來還是 不是很好看 而且 腰也沒有很細 而且 寬這個位置 也有點歪斜的感覺 就是整個看起來沒有很正 男生在拍背的時候 可以 左腳朝前 右腳下跪 然後可以往這個方向走 好 這樣等一下四腳都不一樣 好 然後 拉過來的時候 OK 看比較右手 那我是仰腳 欸 手腳嗎 欸 低的 差不多平式就可以了 好 好囉 準備囉 斜方肌出來了 下斜方變成一大塊 超大塊的 對 身體的扭轉大了之後 整個 哇 斜方肌變很大 而且 對付整個線條都還在 線條更明顯了 都還在 然後相當原本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你原本就覺得還OK 已經可以了 對 但是 帶有一點 扭轉是更動的 更有 張力 野性 更美一點 這張 完全OK OK 最後我這邊呢 還有最後一照要來教他 可以喔 對因為我自己本身已經是電影系了 所以我也是蠻看重這個照片 他的故事性跟情境 最後一照要來教大家 say一下前景 因為大家平常拍照就是 喔 只拍主題 就是現在可以say一點前景 然後讓整個照片 感覺 故事感有多重 好 那這個地方先請 卡拉帽上一下 替身 看 要求個久點 哇 你也太帥了 那麼帥嗎 很帥 感覺拍的人會很幸福 這可以嗎 可以 這可以 我可以PO 這可以嗎 因為我覺得像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 你的鏡頭離地板很近 往上帶的時候 就是地板面會很多 會有延伸感 所以看起來就會 很有空間感 看起來很有張力 如果今天你再做一次 就剛運我一樣的工作就好 如果今天是這樣子 有點呆呆的感覺 不知道在幹嘛 但是 而且我發現你拍照 都會斜斜的來 就是帶一個空間感 用腳步去帶 讓整個照片看起來 比較薄一點 然後如果有一個前景 可能壓著什麼 就帶一下 喔 整個畫面感覺豐富 前 中 後 有層次 有喔 很有感覺 好 那今天呢 我們這個照片教學 其實也不是說照片 就是說 我們把自己的優勢 呈現出來 把自己的缺點 稍微遮掩一下 主要就是 把你好的一面 展現給大家看 今天有幾個重點啊 主要是 頭 盡量離鏡頭遠一點 讓身體前面一點 你想要什麼東西大 就讓它在近一點的地方 就讓它離鏡頭近一點 想要屁股大有沒有 推出去 對想要手臂出有沒有 推出去 頭往後長 那腹肌的部分呢 腰稍微帶一點轉 轉過來 胸部 記得不要用力 胸部用力的話 胸肌會被擠進去 變得很小 所以胸部一定要放鬆 拍照 胸型會比較好看 然後背面照也是 背面照也是 稍微帶一點扭轉 腰轉 可以讓整個照片看起來活一點 好 最後就是 可能自己搭一些情境啊 朋友前景啊 什麼的 然後 稍微相機角度敲一下 讓整個畫面 故事感 張力 豐富一點 好啦 那今天也非常感謝我們的 健身網美 這個笑容 非常甜美可愛的Karma 那如果大家呢 想跟志豪多一點的 想看一下他其他 精彩的照片 歡迎到他的IG 去看一下 那如果想看VVM教練呢 VVM的話呢 在IG 就一樣 放在這個下面 這邊 VVM這邊 可以可以 好 那如果大家呢 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我是Guy 哈囉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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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 我們會不會